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布林晚安教育學圈 我是Tim 在接下來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FinalCode特點11的去做說明 讓使用者清楚的了解 FinalCode對企業檔案保護的重要性 那麼在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企業內部 他使用FinalCode 去保護他們共享資料夾的設定 因為我們都知道 FinalCode可以針對一般的檔案 進行FinalCode Climb的保護 並且針對他做後續的追蹤 甚至在遠端進行刪除的部分 那麼今天講講不一樣的 針對共享資料夾的設定 每個企業都有他們專屬的共享資料夾 那這個共享資料夾 可能是針對他們企業的部門 去分不同的資料夾 給他們旗下的員工使用 而FinalCode可以針對這樣子的 不同的資料夾 去設定他不同的原則範圍 去讓他套用 並且我們可以針對這些資料夾 去設定一個自動保護的功能 甚至是設定解除保護的功能 讓檔案丟進去這個資料夾之後 自動的套用我們FinalCode的原則範圍 以達到自動保護的效果 甚至是把這個檔案 一個受FinalCode保護的檔案 丟到一個解除保護的資料夾裡面 它就會自動的轉換成一個原始的檔案 那麼我們針對我們想要保護的資料夾 有三個需要設定的部分 首先我們必須針對這個資料夾 我們要保護哪一個資料夾去做選擇 那麼我們也可以針對這個資料夾 是不是要包含旗下子目錄的部分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資料夾 去套用一個特定的範本 甚至是針對它旗下裡面的子目錄 再斷開它的繼承 它們的原則的範本會進行繼承 我們可以斷開它的繼承 在子資料夾裡面再套一個不一樣的範本 那麼當我們指定完這個資料夾的路徑之後 我們必須針對這個資料夾 去賦予一個資料夾管理的使用者 而這個每一個資料夾一定只有一個管理的使用者 這個管理的使用者可以針對旗下 它裡面資料夾的檔案 進行後續的追蹤甚至原則的修改 必要的時候還可以進行遠端的刪除 那麼當我們指定完路徑 以及檔案的使用者之後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資料夾 它要套用什麼樣的原則 而去設定一個專屬於它的原則範本 有必須我們使用Findle Calls 可能在個別針對它的檔案的存取對象 檔案的生命週期 以及檔案的操作動作做個別的設定之外 這個原則範本可以將我們這些所設定好的資訊 產生一個範本 讓它直接套用在上面就可以了 當我們確定完我們檔案的路徑 以及檔案的擁有者 甚至是檔案的原則範本之後 我們只要點擊下方的按鈕 就可以啟用我們自動保護的功能囉 所以當你看到這是一個共享的資料夾 那它本身裡面是藏有三個 PowerPoint的檔 那它是在還沒有使用Findle Calls保護的情況下 一如往常就如同一般的檔案一樣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如果它使用Findle Calls保護之後 你將可以看到在檔案類型的部分 它會全部轉換為Findle Calls的檔案 而這些檔案它會套用我們當初所設定好的原則範本 使用者它可以拖拉這些檔案是沒問題的 它可以將檔案複製到它的電腦裡面都是OK的 但是它今天能不能開啟這個檔案 就會取決在我們當初所設定給這些檔案的原則範本之中去做判定 所以你今天你將這些資料夾裡面的檔案 使用特定的原則範本去套用之後 使用者其實一如往常並不會改變他們的整個作業的流程 因為我們是直接套用在他們的共享資料夾裡面 使用者不需要透過Findle Calls可按一一的對檔案進行保護 它只要將這些檔案丟到我們的共享資料夾裡面 它就會受到Findle Calls去自動的保護這些檔案囉 所以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對於我們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透過上面的方式與我們聯繫 或者是你想更了解Findle Calls的功能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像你的問題我們將會有專人為你解答喔 對了順帶一提 下集的影片裡面我們會針對單一的檔案 可以設定不同的使用者權限喔 也就是說針對這個同一個檔案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使用者去存取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權限設定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啦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不定時推出全新的影片 也可以將右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影片喔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掰